南米的初吻 超满路初吻 南米的初吻 初吻只给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朗朗 今天来分享Gucci新出的唇蜜的试色 我用下来觉得这个系列还蛮好用的 首先它的质地光泽感超级强 你一涂上嘴唇的薄满立体感就出来了 镜面光泽特别漂亮 第二个是它很滋润 滋润度和我的睡前唇膜差不多 真的超滋润 第三个优点也是我比较在意的是 它很拔嘴 这个唇蜜涂上后就很好的定型在嘴唇上 不容易移味 在滋润唇蜜中的持久度算是可以的了 这个系列叫风影唇蜜 涂上后有一点点那种 以前欧美很流行的风唇唇蜜 刚涂上的时候嘴唇会有一点点辣辣的 但是在一分钟内这个辣感就没有了 总之这个镜面光泽度加上它比较八嘴 我真的觉得这系列还蛮好用的 最近一共出了六支 就一起来看一下它们的试色吧 那第一支是117 这支是纯透明无色的 不要看它看起来很寡 这支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如果你不喜欢涂各种各样的口红 只是想嘴唇有一个漂亮的光泽的话 觉得这个会很适合你 你可以像我这样子直接单涂 那第二种当然就是你可以跌涂在你各种各样的口红上 把它们通通都变成这种嘟嘟的水光淋淋的 镜面感的立体锋芒的这种镜面口红 那今天这个视频的光线会比平时要稍微暗一点点 方便大家看一下上嘴的颜色 因为它们的颜色都比较淡 你暗一点的话方便你们看出来 三要四这支是果粒橙桃紫色 它让你的嘴唇感觉有一些真实的肉感 所以更显得嘴唇饱满 而且它是一个淡淡的 带一点点裸橘色的感觉 这支我觉得好可爱 我想起来了 这支特别像 我用裸色的亚光的唇线笔打了底之后 再度透明唇蜜的感觉 就是真的很丰满 哇它这么透明居然能出来这么丰满的效果 总之如果你想要的嘴唇看起来非常饱满的话 就试一下这支吧 这219是一个淡淡的草莓粉色 而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偏冷掉 涂上后配合我自己的唇色 莫名有一点清冷感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 这支还蛮适合日常涂的 而且很适合像摆开水妆那样子的淡妆 那接下来是526 这支是我最喜欢 而且最常用的一支 它是一个淡淡的蜜桃色 这支涂上就是超级好看 又日常又台气色又自然 而且它就是淡淡的蜜桃色调 不管是用在浅唇上 还是用在偏深一点的唇上 我觉得都会很好看 如果你就是想要有一个有点台气色的这种玻璃唇 而且每天可以涂的话 你就选这支 我因为太喜欢这支了 还买了一支准备当做朋友的生日礼物 在生日那天送给他 而且应该是这个系列里最适合绝大多数人日常涂的一支 这支就是台气色的裸妆感 试一试这支呢 管生看起来颜色还有点吓人 是有一点荧光色调的粉色 但其实涂起来就是巴比感一点的粉红色 涂上后整个人就是感觉很甜美 如果你很喜欢清甜卦 甜美卦的话就选这支吧 这支真的很适合甜美 太妙了太妙了 最后一支118超好看 别看它管生就很重口的感觉 就像咱们吃豆沙包子里面的豆沙的颜色的感觉 有点重口 但是它实际上涂上后是那种肉桂裸粉棕的感觉 真的很高级 这支超级好看 如果你有点喜欢棕色口红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这支 或者是你喜欢奶茶色唇釉的话 也可以试一下这支 但这支我不确定在生唇上涂起来 感觉你们会不会喜欢 但是在浅唇上我觉得这支超级漂亮 绝美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的Gucci六支新出的全面的试色 稍微总结一下这个系列六支没有蕾色 因为都比较透嘛 都是比较实用的颜色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两支是这两支 526超级适合智常来涂会荡荡的台气色 然后接下来就是118 118就是我现在的这支 它涂上是那种肉桂色调的感觉特别的漂亮 那再有一支就是这支纯透明的啦 这支是非常惯用的叠加色 那希望本期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么就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哪支 谢谢呢 谢谢大家